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诗经论》所造的居士论当中 现在讲分别一品 第四品 第四品当中 讲优标识和无标识 讲无标识的时候 讲几种戒律 也就是说 别解脱戒和禅定戒和 还有无路戒 现在讲别解脱戒的时候 和别解脱戒 分宰戒和居士戒 然后出家戒 出家的戒律 分几个方面 然后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的 也就是说 净注戒 灾戒 以什么样的事件 受戒律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 今天讲支分他的固定 也就是说他的戒条 灾戒的话 他有几种戒条 这个实际上 我们在经典三经论当中 已经讲得比较清楚 支分固定 四地思维 戒律之 一不放逸三进行 他这里分几个支分 他这里支 有时候我们相当是戒条 比如说第一条 第二条 或者戒律方面的四条 禁止方面的三条 不放逸方面的一条 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 这是佛教当中经常分支 八菩提支等等 这些有这个意思 就是他的原因 为什么是分这样八条呢 一个是上面有几个原因 这样讲的 既然说灾戒具足八分支 那么数量决定为八支 理由何在呢 我们这个灾戒的话 他就分了八个根本戒 也可以说是灾戒 就是中共分八条 那么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这样分 他的苏联 为什么这样决定 有什么理由呢 断除四根本罪是戒律之之分 这是萨达阴亡 这个是根本戒 这是戒律的条 也就是戒律之分 因为必当断除非理作义之国 就是这个萨达阴亡的话 如果你没有断除的话 非理作义 就是不如法的作义不能断除 然后结局为不放一分支 这个其实我们在三戒论当中 已经引用过这个教证 不知道 大家记住没有 所以不管是藏传佛教 还是汉传佛教 关于戒律方面的 关于有关小乘方面的一些问题 讲的时候 必须要引用俱舍论 俱舍论的戒律的判断也好 或者是对修行人的判断 那么这些必须要用俱舍论 因此戒律的 尤其是我们俱舍论的教证 在很多地方用得比较多 甚至我们去年讲扎嘎善法的时候 善法里面有些教证也用了 当时我说说 我们明年如果能讲成俱舍的话 再能解释 有些教证也是这样的 因此他这里 必等非礼作一只骨 酒不放一只分之 原因是依靠酒 会变得放一五度 为什么酒要在这里遮着呢 如果你没有遮着 依靠酒而放一五度 此外各五等算作一条 高挂大窗作为一条 非是经缠作为一条 断除此三条是净性的知分 这是这里的净性 净性 受持戒律的也是知分 这是一条 因为依靠此等处于严厉之心态中 并随身知 如果未能解救 酒会放一 因酒会是一年 施与非施之正念上色 他为什么刚才会是正念 为什么会是正念呢 如果没有解救的话 那么喝酒一喝的话 他对所有的合理和不合理的 所有的这些正念 就是全部上十五月 全部会失去的 若为断除和散者 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国无不舍 便可是想到自己是辞在戒 对其他的在家人生起严厉心 使他们随顺严厉 然后我们国无不舍 有这个作用吧 因为一方面在自己身体 事物上有这样限制 心里面对整个轮回 生起严厉心也有 然后其他人 看其他的在家人也是大吃大喝的话 那么他们的行为也是有脱离 有这种缘故 如果为断除其余两条 这会变得傲气施主 如此也是 酒离破戒不远了 所以这上面比较好多 第下面就是 所以固定 谁者谁也具有灾戒 然为皈依则无有 虽然他者也应该具有灾戒 但如果你没有皈依的话 是不可能的 没有皈依 因此这个戒律 这个教证 也是凡是讲皈依的时候 都要引用 以前吴光正在《信息修习大书》当中也引用过 只有居士戒才能受灾戒吗 虽然除居士以外 也有具灾戒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宗派这些 除居士以外的灾戒 可以是有的 但为皈依者 是没有灾戒的 如果你没有皈依 最主要的前提一定要皈依 没有皈依的话 那么就根本不能成立为灾戒 因此在这里 我们在讲 据《三戒论》的时候也说过 比如说 一个人仅仅作皈依 然后他没有收什么其他的居士戒呢 那么这个人可不可以成为居士呢 按照有些宗派来认为 仅仅是皈依三宝的话 实际上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有受持戒律 已经有受持三宝的戒律 受持三宝的戒律 实际上就是皈依 这个教证在《心性修习大书》当中 也是已经应用过 是《心性修习大书》 还是别的 意思就是说 谁皈依三宝呢 这是真实的居士 这是《三戒论》还是什么 那个里面 我忘了那个教证应用的 所以有些如果仅仅皈依的话 他可不可以立为居士呢 从一种说法来讲说 他也可以安立为居士 他可以称之为居士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那么这里就是说 没有这个皈依的话 其他的在戒也好 居士戒也好 然后撒米和菩萨 这些戒根本说不上 你没有打好这个基础的话 那其他的戒根本没办法说的 居士戒的特点分三个方面 真实宣说和别说 皈依尽 然后只分固定 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 真实宣说 承若极为居士国 宣说戒律如比丘 舍若一切军为戒 何言行刺一分当 传闻数彼而得名 下品戒等则随行 他这里说 承若极为居士国 宣说戒律如此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要承诺了居士的话 那么居士戒 按照有些大明经的观点 已经获得了居士戒 那么获得居士戒 那么后面有没有在宣说戒律的必要呢 还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受比丘戒的时候也是 首先是获得了 白色节目的时候 已经获得了比丘戒 但是后来 比丘的学出宣讲有必要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舍若一切军为戒 何言行刺一分当 居士需要受持五条的戒律 那么为什么说是一分戒等等 这些是为什么呢 下面小乘宗就这样回答的 优布宗是这样回答的 传闻数彼而得名 传说小乘优布宗的观点是什么样呢 他们说受持的时候 全部学处要受 但是最后得的时候 最后也可以说 他自己在 首先在上师面前受的时候 我要受居士戒 就是居士五戒就全部都受了 然后他自己最后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受一分戒 受二分戒 或者是多分戒 或者是缘分戒 它下面可以取舍 这是优布宗的说法 因此金布宗用传闻的语气来告诉 是不太合理的 这是不太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受戒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还是你该说什么 比如说你是受一分戒的话 那么你受戒的时候 你说说我要受一分戒 应该这样好 不然先优布宗所说的那样 说的时候全部一起说 然后下面真正实行的时候 你只是受一条二条的 那么这种说法是应该不合理的 下面就是下评戒等则所行 这个戒律有上评戒 下评戒 中评戒 里面的有些教证 有一点点不相同的 藏文里面的知识当中的教证 叫做《大明经》 以前释迦牟尼佛的眷属当中 有一个叫做《大明》 它名字特别大 或者《大明经》 《大明经》的教证当中 它是这样讲的 身作败义 还有据男跟者 稍微有点不同的 但这个译法上基本上相同 意思就是说 身作败义的据根者 意思是他这里 据根者在家男女在佛陀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他就诵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然后在这位上师面前 摄受我所谓的据子 这样的话 据子就马上称了 不用做什么其他的意思 所以根据这个经的教证 他要受一个据子戒的时候 在一个 昨天我们所讲的 或者是一个据子 或者有些按照经的观点 在其他的据子 或者是撒命面前 他要受这个皈依 他在他面前请你摄受 我称为这个据子 再这样说三遍的话 他就马上称了据子了 那么是不是请一次能生起据子戒呢 仅仅是刚才佛经里面的 皈依三宝 我要称据子 佛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那是不是真正是经济是连诵这一点就开始变成据子了吗 就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就是经部和由部的观点有点不同 经部中对此的问题回答说 经济业词是不能生起据子戒的 就不能生起据子戒 还必须呢就是每一个戒条 比如说这个首先是我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善 我要数字这个据子戒 然后数字据子戒的时候呢 就是你就说是我这个有生之念当中就是不杀生 然后呢就像以前的这个阿罗汉一样我不杀生 然后呢有有生之念当中是有以前的阿罗汉一样就是我不泄影 就每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据子戒是不是有五条吧 就是每一个都是上师连一遍 然后你自己呢重复一遍 然后全部连完了就是最后连三遍的最后呢 就是才获得了这个据子戒 就是所以说按照那个经部中的观点的话呢 仅仅是这个你连诵前面的这个归于三宝的这个偈颂呢 就这样就不能这个解决问题的 就是还这个需要这个连诵 就是不能生起据子戒 而坑舍米尔的论师呢 就是坑舍米尔的论师这样讲的 先归于再承诺为巨子再能生起戒体 他说这个先归于了 刚才意思就是说 先已经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圣 就是已经归于了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承诺就是这个亲尊者摄受我 我这个今天来数次巨子戒的话呢 以这个说法就可以成了巨子了 就是已经承诺以后呢 就能已经生起的戒体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根据坑舍米尔班智达的观点的话 那么应该这方面 知识当中还是有一些阐述 你们也看一下 但基本上这里有些不同的学术 我觉得我们这个巨子论的解释 不广不略 非常好 太累了的话 可能把这个颂词就没办法解释 然后太广了呢 我们藏文当中有一个巨子论大书 就是有时候呢一个颂词的时候他就可能是那个将大概是就是二十多月 就是十多月 然后中间辩论了 就是又这样这样的话呢 不知道这个颂词掉在哪个地方 就是有时候根本 我们看姿势也是这样的吧 就是姿势里面有时候都比较广 就是 所以这个将议的话呢 就是江洛洛洛洛那个将议呢 就是不广不略 还是最主要的要点呢 就是已经说明清楚了 这是那个这样的问题 若文这样一来 宣说学处就不是成了无意义的吗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光是这个前面就是 皈依三宝就已经成了巨石戒的话呢 那么后面就是 在上司呢 给你每一个这个学处都已经就讲了 然后你自己也这个重复了 那这些都是没有必要了吗 你前面皈依 然后你成了巨石的时候 都已经获得巨石戒了 那这样的话是后面的这些不是多余的事情吗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他无有此重过失 因为宣说学处的目的是 让不懂学处者了知学处 比如说这个比丘戒呢 就是通过这个百事结末而得 但也必要宣说比丘的这个学处 比丘戒的这个学处呢 就是后面还需要的 所以他这个颂词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巨石戒这个书的时候 书先就是在这个皈依承诺以后呢 就是应该按理来说是巨石戒已经获得了 但是呢 后面就是这样这个宣传学处的原因呢 就像是这个比丘戒一样 就是没有这个重复的过失 也没有这个宣说多余的过失 就是没有这些过失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学处的时候呢 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巨石戒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其他的戒律的话呢 就是都是一样的 他的这个发心呢 就是还是这个也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每一个戒条 比如说他巨石戒呢 就是他不管是宰戒也好 这个巨石戒也好 就是都有他的这个学处 但这个学处的话呢 就是一边就是上师给你这个念 然后一边呢 就是自己就是我心里就是要这个发愿 就是要这个有生之念当中 数什么戒啊 就是旁边呢 就是他自己要这个想 就是如果你没有想的话呢 你这个戒呢就是变成这个 可能是一种这个 不是真正的别戒脱戒 这个撒迦巴的全职国人吧 他的三戒论当中呢 这样讲的就是 他这样讲那个再戒的时候呢 讲再戒的时候呢 就是讲不是这个八条吧 就是讲八条的话呢 就是根据这个 数戒者的发心不同呢 就是他有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他呢 就是发心是这个旧位 就是我即生当中求苦求难 就求苦求难就是 他是以这种发心呢 这个数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八条呢 就是叫做是旧位戒 就是这个就是旧户这个畏惧 就是如果你这样的 这种这个宅戒呢 是以这个三元的发心 就是三元是大家都知道 我就变成获得人天福报 就获得人天福报的 这样的这个发心 以三元的发心来 这个数这个戒的话呢 就是这八条呢 就是已经称了 这个求三元的这个戒律了 如果你是用这个 处理性来这个摄持 处理性来这个摄持而这个数的话呢 就是这个戒律呢 就是成了这个别戒托戒 就是别戒托戒 这是他就讲了这个 就是三八二十三 就是就可以说说 就是二十四条 就是有这个二十四条的戒律 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不管是书什么样 比如说这个书必去戒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你如果目的是 为了治病而受的话呢 那么这个三百 什么这个二百五十呢 就变成了这个 久尾的这种戒条 如果你真正用处理性来摄持的话呢 那么这些戒条呢就是成了别戒托的戒条 如果你什么想法都是没有的 凡是那个我要出家来该出家吧 然后出家在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什么这个性都是没有的话 这叫做是可能无极的戒吧 就是反正你什么发性也没有这个摄受 所以这个戒条的话呢 还是分很多类 因此它这里不管是居士戒 在戒还是出家人的戒呢 它的发性上有这种差别 下面就是说 若文家事说 所有的居士戒都是是五条戒律来约说 那么只行持一份当戒的居士是怎么合理的呢 就怎么会合理 因为我们这个居士戒 一般来讲是这个数字这个五条 那么其中呢就是一份戒的 然后多分戒的 二份戒的 还有这个缘分戒的 那么这样分的话呢 到底怎么会合理的呢 有没有这个合理性呢 传说最初承诺 所属乎所有学座 之后失坏的受持一条戒 成为是行持一份戒等 所以这个世经论师呢 他也是站在那个经部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有不众 有不众传说 他们最初受居士戒的时候 我要受居士戒 然后居士五戒全部都已经受了 然后之后呢 他失坏的受持一戒 就是成为行持一份戒 之后失坏 而受持一戒 也成为之后失坏 之后失坏也可以说吧 他一次就是说 首先这个受持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受了 这是我们那天 三戒论当中也是有了吧 那么他们有不众受限呢 就是说是我们受持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受持 最后他在那个 首先在这个上师面前受的时候呢 就是我要成为这个居士 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最后呢 他心里面就是真正要实际行动当中的时候呢 他只是受一份戒 二份戒 就是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这个神文成的这种 也就是说有不众的这样观点 但是这个经部众呢 就是不能承认的 经部众是这么说的呢 你那个首先是该受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你是受这个一份戒的话呢 就是你就受一份戒 然后受这个 这个杀到阴亡就是当中是这个 数两份的话呢 就是数两条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你是数字两份 首先在这个上师面前承诺的时候 也是是这样这个说 否则的话呢 就是已经欺骗上师 否则的话呢 就是是不合理了 就是这是这个经部众的这个观点 然后那个 数字一份戒的问题上面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说 这个我们俱生论的 自私和大命经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你必须要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不杀生就是作为这个前提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数这个其他的 就是作为一份戒的最主要的前提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不杀生为主 就是这样说的 然后毕拉耶经 就是毕拉耶经我们这个戒律上 戒律上的话呢 就是这个四根本戒当中是 不管是哪一条 你随便数一条都可以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讲的 就是所以这个观点上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就不同 就是这个根据居士论的这个知识和 这个大命经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说是这个你要数一份戒的时候呢 这个不杀生就是必须要这个数的 凡是要数戒的话呢 你这个不杀生就是必须要数的 然后在这个不杀生的这个基础上呢 还有那个数什么这个 不说这个网语啊 或者不邪音啊等等 就是这样呢 就是一分多分 就是这样来算的 但是这个戒律 其他的这个疲劳也经就是我们这个 虽然是戒律和居士都是小乘 但是呢 有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观点有点不同的 就是因此在这个戒律当中的话呢 这个随便就是数一个 但这个呢就是可能不是很有这个矛盾的 他们都要求呢就是这个喝酒 就是饮酒呢就是一定要戒酒 如果你这个戒酒就是没有数的话呢 就是会这个失坏这个血处的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有人问就是比如说 他这个不杀生的戒条呢 就是他可以说 但是他喝酒呢就是实在是这个 不能这个戒就是也有这种人吧 就是那么这种人是到底给他传戒好 还是不传戒好呢 还是这个传戒好吧 就是应该从虽然这个有些进步当中呢 就是不是很明显的 因为呢你如果没有这个给他传戒的话呢 就是他永远也没有这个输戒的机会了 如果你给他传的话呢 就是也许呢他虽然喝酒 但是呢他也许把其他的戒律呢 其他的这个不杀生呢 或者是不协议呢 这个戒条呢也许是他能守护得很好 就是守护得很好 就有这个可能性 因此的话呢 一般从那个有些方面的话呢 就是应该从这个功德方面来想 就是这个人本来是他全部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就是本来要求呢 就是这个不杀生和不饮酒的这个什么基础上呢 一定要受这个据世界 但如果实在是这个人呢 就是有点这个困难的话呢 那么这个他虽然这个喝酒 但是呢还是让他那个称这个巨色也是这个可以的 我们经常也遇到就是这个人是抽烟喝酒 有些这个法师呢就是说是啊你抽烟喝酒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这个缘分皈依了 就是你没有缘分那个没有缘分那个什么这个数据世界呢 但这样这个断定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啊那我这辈子一切都完蛋了 我戒酒肯定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个戒严肯定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永远都是这根本不会这个皈依 他皈依佛的话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条件 就是所以我们有些这个人呢不懂这个戒律 不懂据手论 然后呢啊你要喝酒的话呢 你就不能皈依佛呢 就是虽然这个佛陀说是这个 先这个朝见旭的这个酒呢 就是是不能这个喝的 如果他喝的的话 他不是我的身份 然后我不是他的这个佛陀 但这是从那个阿罗汉或者是 苏解比丘的角度来讲的 就是因为这个他光是一个皈依佛的话呢 就是也不可能变成身为阿罗汉 就是所以从这个教证来解释的话呢 可能就是不太这个妥当 有些是真的这个业力特别特别的这个慎重 就是他喝酒肯定是断不了的 但是他心中这个皈依佛呢 他还是可能会有这个机会能做得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你这个喝酒就喝吧 就是好好的喝酒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只要这个皈依佛 我就可以了 心中有佛就可以了 应该用这种 有些人是太开放了 就是什么事情 没事没事你杀生就没问题 你怎么样杀生也是可以的 这样这个心中有佛就皈依佛了 他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说法也是对这个皈依佛的 这个心不推也是很好 但另一个方法太这个广的呢 就是可能不太合理的 但这个地方的这个焚存呢 就一定要掌握 就是有些众生的讲的话呢 他让他这个皈依佛还是有这个有这个利益的 就是然后他完全是这个像那个戒酒戒烟 什么事情都不准做的话呢 就是恐怕是这个做不到的 就是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这个解释 若问如何会成为虾品戒等呢 因为根据发性的不同 就这个发性微小等而言 也有这个虾品戒 就是比如说这个发性不同吧 就是有些呢 就是他发性比较大 就是他就整个那个 这个比丘戒呢 就是全部的微品呢 就是能断 然后这个真品呢 就是他全部能树持 就是这种发性的比较大的 然而三明和三明里的话呢 就是他能这个也树持那个十条戒律 就是那么他是中等的发性 一般那个居士和载戒的话呢 就是他不能这个圆满的这个数字学处 所以呢 他的这个发性呢 就比较这个比较这个下等 就是他从发性方面呢 也可以这样分 因此这个戒律呢 就是上品这个发性的戒律 下品发性的戒律 也可以这样讲 自私利还是自私大树利 就是说是有时候呢 就是阿罗汉的这个发性呢 就是也不如那个 就是凡夫的这个发性 为什么呢 有些凡夫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们有这个比丘 比丘这个比丘 他就是能这个树持圆满的这个戒律的 而阿罗汉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在家身份的阿罗汉 就是所以从那个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树持的这个戒律呢 就是也比较少 就是因此呢 就是有些这个字 好像是这个字 还是是这个大树当中 也有这样说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发性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上中下 就是这样分的 所以这个戒律呢 从发性方面可以这样分 下面是这个别说 归于尽 所谓归于三宝尊 即使归于能称佛 无学法语 有无学 神总一己涅槃法 就是他下面呢 就是我们要这个 先这个讲的这个 前面已经讲了 就不管是书巨尺节 还是在节呢 必须要这个归于 就是既然要是归于的话呢 那么我们归于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这个必须要告明白 就是所谓归于三宝尊 也就是说是 归于能称佛的 称佛的无学法 然后这个无学 还有这个有学无学 这个僧众和一级涅槃法 意思就是说 归于三宝 就是归于三宝 既然说然为归于则无有 那么对何则作归于的对境呢 就是何则归于呢 归于三宝 即归于能称佛的无学法 也就是说 至今之与无神之恶 而不归于佛的色神 因为色神与凡夫 无有差别之故 它这里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归于三宝 就是归于三宝的时候 第一个是要归于这个佛陀 归于佛陀的话 就是能成佛的这个无学的这个法 也就是说是 在这个佛陀相续当中的 这个经之和无神之 就是经之和无神之 下面我们再讲第八评和第六评 第七评和六评的时候 有这个详细描述 意思就是说 佛的相续当中的灭经之 就是断除一切烦恼 获得圆满功德的这种智慧 就是叫做是经之和无神之 那么我们归于佛陀的时候 这是这个小乘的不共说法 就是归于佛陀的时候 一定要归于释迦牟尼佛相续当中的这种 也就是说 非觉罪名和觉罪名的这种智慧 一定要归于它 而我们不能归于佛的身体 就是佛的身体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这个佛的身体 原来它在反复时候 一称王子的时候的身体 和现在的身体 就是成佛以后的身体 没有什么差别 全部是基地和苦地所舍的 全部是有为法所舍的 所以它是起火性的 这是那个小乘 对佛陀的身体 不是归于处 佛陀的智慧 作为归于处 他是这样的说法 这是一个 那么归于 归于一佛 还是归于所有的佛 就是归于所有的佛 原因是诸佛 就是均为相同 他们获得的断正功德 全部是相同的原因 然后僧众也是依此类退 所以归于的僧众 有学无学的僧众 他那个僧众的 也是相续当中的道地 因为有学道和无学道的僧众 他这里无学道 也是包括阿罗汉 也是包括在僧众当中 因为阿罗汉 他虽然获得了阿罗汉果文 但是他还是属于无学道 因此他这里有学道和无学道 我们前面所讲的僧众 就是欲留 我前面没有讲吧 第六品的时候要讲 然后欲留国和依赖国和无赖国 还有阿罗汉 然后八项四项四国 中共有八个国 那么八个国所设的 所有的僧众作为他们的皈依处 然后僧众的相续当中的 也就是说是道 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 作为皈依处 并不是僧众的身体作为皈依处 所以这也是小乘不公的说法 然后皈依法的时候 也是唯一的皈依就是涅槃法 也就是说是通过决资而获得的灭法 这样的灭法 这就是他们的皈依法 因此他皈依三宝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圆满信息续习大树讲的时候 也是讲了很多小乘的观点 大乘的观点 密宗的观点 所以他这里小乘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样的话 在姿势里面有这个辩论 就是说是既然佛的身体 不会作为皈依处 如果它不是作为皈依处的话 那么我们用恶心 对佛的身体出血的话 就是为什么犯五无间罪 为什么犯五无间罪 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了 那么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 小乘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他这个小乘说是 虽然这个佛的身体 就是不是真正的佛 就是他不是真正的佛 但是依靠这个色身 就是对这个发生 就是优害 就是依靠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对这个佛的色身 就是这个出血的话 就是对他的这个发生 就是对他的这个 什么这个灭尽质 就是可能有点点痛 就是我们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灭尽质的发生 就是有害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佛宗 就是这样这个回答的 但是这种这个回答的 这个说法呢 就是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 荆布宗的话呢 他是这样承认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佛陀的发生和 然后这个佛陀的色身的话呢 全部是这个可以说是灭尽质 因此按照进步以上的观点的话 佛陀的色身也应该不能损害的 他也应该属于什么呢 属于佛陀 也就是说成为佛陀 因此大乘以上的话 这个观点就根本不相同了 佛陀的身体就是佛陀 我们皈依佛的时候 包括佛陀的所有的身与意义 全部要皈依的对境 并不是说是佛陀的智慧是皈依的 然后佛陀的身体不是皈依处 没有这种说法 因此大乘以上的话呢 就是应该按这样来成立 他这个姿势里面呢 就是说是应该是这样成立 就是佛陀这个身体也是属于 是应该这个佛陀当中 不然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比丘这个戒律的话呢 就是那么除了这个无表色以外呢 就是就不是比丘了 就是有这个过失 就是这个姿势论当中的话呢 也这样讲的 因为那个佛陀的这个 只有智慧是这个佛陀 就是其他不是佛陀的身体 不是这个佛陀的话呢 那么这个比丘的话呢 就是比丘的无表色的戒律呢 就是才算是比丘了 就是然后这个比丘整个身份呢 就是不是比丘了 就是有这种过失就是 所以这个一般从经部的观点来讲 这个对右部众发泰国的时候呢 也有这种泰国 总的来讲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皈依吧 皈依的对境呢 应该是三宝 那么如何皈依 皈依的话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这个在佛经当中也是有记载的 我看那个唐僧的一个知识 知识的翻译当中也是引用了一些教证 那个教证呢 什么 众人不说必 多归于诸善 就有一个偈颂 就专门有一个偈颂 这个偈颂呢 很多密宗当中都是已经引用过 希望你们呢 本来这个偈颂实际上是扎实律里面 就是《毗奈耶经》的扎实律里面的一个教证 但是知识里面都是没有扎实律 其实那个圆会法师 他圆会法师的那个讲义当中 也引用了这个教证 只不过是知识里面的 有时候没有现在的双眼好 就是不知道是哪些地方是 到哪个地方是教证已经结束了 就是有时候呢 他一直读读读的时候 都是四个字四个字 五个字五个字 这样读下来的话 有时候很难以分界限 所以他那个教证的话 众人不说比 多归一诸善 众人害怕的时候 有些是归于善 有些归于一些园林和树木 有些归于一些其他的 那么这些全部不是归一处 真正的归一处是什么呢 就是佛法三宝 那么依靠归于佛法三宝的话 能获得了寂灭的果位 后面他说 归于此归于解脱 能解脱众苦吗 什么的 在那个地方的那个教证完了 所以那个教证的话 经常需要引用的 希望大家还是能记下来 知识里面能看得出 最后能解脱众苦 那个地方的归一三宝的功德的教证 已经接受的 实际上这个是扎死旅里面的一个教证 因此我们归一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 只有佛法三宝 才能真正从轮回当中 获得这种解脱的 其他的我们实践上 很多人说是遇到一些恐怖 或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有些是归一 可能山里面堕下 堕也好 好一点 有些可能在吃一点 药也好一点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 这不是究竟的归一 如果你要归一这些的话 你一定要 就像我们那天 有些论典里面受伤的一样的 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三宝的价值 就是三宝的价值 所显现的这些异乎处 应该从这种方式来归一 下面还讲吧 再讲吧 执分固定 下面第三个问题 就是讲执分固定 然后还有那个 姿势里面说是归一的本体 就是说是 言语的字体就是归一的本体 姿势里面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真正是归一是什么呢 就是你通过你的预言来表达以后 他成了真正的归一佛教徒 是这样讲的 但这个说法 也可能是一方面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心里面归一 还是这个应该是归一的本体 但是姿势当中 主要是这个预言 就是作为它的本体 就是归一的本体 从这方面来讲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实际上我们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口头上说不一定是很酸的 不一定是真实的 那么心里面 从此以后再不归一任何邪魔外道 或者是其他的 我只要归一殊胜的上师三宝 这就是归一殊胜处 应该是从这方面来解释好一点 这是归一 下面就是 那么为什么是对居士来讲 按理邪音作为他的戒条 不断非凡性呢 原因是有几种 一个是受到了智者的牵制 在家人来讲容易受刺 不作而得戒 有这三种原因 这个比较好懂吧 下面解释 在其他的戒中都按理为断非凡性 居士为什么不能按理断非凡性 而只按理为断邪音呢 其他一般出家人的戒当中 所有的不经心全部要断除 那么居士无戒当中 为什么是按理一个断邪音就可以呢 这是有原因的 由于邪音是指侮辱他人之体 并且是堕落的因 邪落从因果方面来讲 也是不好的 就是堕落恶趣的因 积极受到欠责 而非凡性并非如此 非凡性的话 他并不是这样的 是完全要断掉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在家人也是按理的 因为在家身份容易断除邪音 而非凡性并非如此 并非业断 对在家人来讲 是整个非凡性全部要断的话 他可能做不到的在家人的身份 甚至在他始中也是获得不信邪音之戒 非凡性的话并非如此 那么如果居士后来在 他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吧 刚才我在颂词上没有讲 这个比较好懂 如果居士后来再娶起也称了邪音 因为他以前比如说他受居士戒的时候 他以前是没有家属 然后他当时说我不邪音 这样在上师面前已经承诺了 但后来他再娶了一个妻子的话 那犯不犯邪音呢 或者他以前比如说有一个居士 他以前有一个妻子 然后妻子后来就是带埃政死了 就是死了以后再娶一个妻子 到底犯不犯那个 居士戒呢 就是不犯戒律的就是 那为什么不犯呢 以前是我这个 就为什么是不犯呢 就是他这个下面就是说 他当时这个承诺的是不邪音 就是他不邪音当中的话 就是就已经这个包括的 就是不会成为 就是不会这个成为有过失的 就是不会成为有过失 因为承诺不以贪欲邪音 就是他当时承诺的时候呢 他说是我不以贪欲邪音 就是这样的 以此便可得解 并非承诺不与他相续做非凡心 就是他并没有成语 就是我对这个人的相续呢 就是跟邪音 就是其他任何人的相续不做邪音 他就并没有以相续来隔离 就是没有以相续来分的 没有以相续来分的话呢 他以前的妻子死了 或者是以前的当时没有娶妻子 但后来就是他这个 也有这个开许的 也就是说 不是断非凡心之意 就是也不是 就是只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 居士四语当中 为何至按妄语力为四戒条呢 就是本来这个 我们这个欺语 还有这个出于恶语 就是有这个四种语言当中呢 为什么是这个 其他的不用输 就是只能输一个妄语 就是按理在这个居士界当中 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为按理词戒条 有人违远了所有的学处 当别人问的时候 是否犯了戒律呢 他就会说是违反 一定要首先要说妄语 他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这里说的时候 就是一般的妄语 实际上这个居士戒律的话 他是不能说大妄语 就是比如说自己没有获得神通 就是说得神通 这个是大妄语 但是他从这里讲的时候 别人你必须要断妄语 不然的话就是别人问你 犯了没有你的学处的话 就是他会说妄语的 因此一定要首先都是说 然后他那个妄语也不准说 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还是这个 为了就是预防吧 就是如此一来就成了这个所妄语 这就是断除妄语的目的所在 这是这个妄语 然后又有问呢 居士佛制罪只讲因酒立为戒条 原因何在呢 就是所有的佛制罪是那么多 但是为什么是只有这个 因为居士来当中的话 就是一般这个酒 就是作为佛制这个戒当中 佛制这个佛制罪 然后按照这个戒律里面的话 就是他按理为这个 肺腑制罪自行罪里面 就是也有这个不同说法 但是他这里呢 所有的这个居士 这个居士的话呢 为什么是把这个佛制罪当中 只有把饮酒呢 就是不能这个饮酒 就作为这个戒条 这个原因何在呢 它的原因是断除佛制罪的饮酒 是为了疏忽其他的所有血处 如果你没有这个戒酒的话 可能很有可能 他就喝了酒以后 犯其他的戒律 因此也是为了预防吧 首先就是要求他不能喝酒 就是这个目的 如果他就能喝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